丈夫掏出几枚不知名的药片 哄骗妻子说是美白的维生素 妻子毫不犹豫地吞下 却在丈夫离开后 赶紧将含在舌头下的药片吐出来 并不停地灌水洗胃 不久前初心去医院体检 检查结果表示没什么问题 但丈夫却开始各种为他吃各种维生素 而且药片的标签都被拆下 起初初心并没有怀疑什么 直到这一天丈夫在刷手机新闻 包里却传来另外一个手机的声音 一个他从未知道的手机 这让初心对丈夫有所怀疑 跟一个女人李经理来往密切 李经理年轻貌美 是男人绝对不会拒绝的类型 初心试探地对丈夫投怀送抱 却被丈夫以太累了为借口推开 这让初心开始怀疑丈夫外面有人 甚至他吃的药也有问题 说不定自己最近偶尔昏厥 就是吃了这些药的问题 初心便开始少服用丈夫给的药片 这天初心去学校上班的路上 突然感觉眼前一片天昏地暗 他的大脑又昏又疼 足足一个小时 他才重新恢复清醒 等初心赶到学校时已经迟到了 初心一阵委屈 却也没有地方诉说 而让他更生气的还在后头 叛逆期的女儿讨厌初心管得太紧 不管在家还是学校都当教导主任 居然在高考时通通交白卷 拿自己的人生当作儿戏 这差点没把初心气出脑淤血 初心跑去问女儿想干嘛 但女儿还是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 就是自顾自的玩着手机 无论初心说什么 女儿都是一副我不想听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初心刚想骂女儿一番 刚来看望他们的婆婆 眼见两人越吵越凶 赶紧出来劝假 初心见状也不敢骂得难听 只能把火气往肚子里咽下 没有多久 丈夫就下班回来了 从婆婆的口中知晓云尾后 丈夫连忙去劝初心 顺着初心的话说了没几句 丈夫就开始抢求初心吃药 只要初心吃药 什么都顺着她的来 初心也就骂得越加难听 屋外的婆婆文言很是尴尬 只能一蹶一拐地离开 丈夫听见声音的追出去 却不知道该如何挽留 知道老母亲走的时候很伤心 但丈夫也没有办法 解决完母亲和初心 丈夫又去找女儿商量 只要她不再忤逆初心 自己万事都听她的 女儿也提出自己的条件 只要同意自己搬出去 大学也在外地读 自己就可以万事听初心的 丈夫想了想 同意女儿搬出去的想法 在丈夫的多方调和下 这个家里的矛盾也停歇下来了 初心也冷静下来了 但她的冷静并没有把局面稳定 反而把局面推向毁灭 因为她从丈夫 无论如何也要劝她吃药 怀疑丈夫是要毒死自己 自从天天被丈夫喂药以后 女人隔三差五就头疼到昏厥倒地 晚上也在各种做梦 还经常的脱发 女人觉得是丈夫的药有问题 她偷偷调查丈夫的手机 丈夫与李经理聊天内容 让她冷汗直流 联想丈夫这段时间的反常 初心觉得自己或许并没有病 所谓的维生素其实是慢性毒药 丈夫是想毒杀自己 猜忌的种子一旦埋下 就很难拔出 丈夫所有的正常行为在她眼中 已经是要害她的特征 工作压力加上女儿叛逆 丈夫的一次变心 让初心更加癫狂 开始疯狂寻找证据 一次趁丈夫熟睡时 初心在屋里四处翻找 终于在一个很隐蔽的角落 找到自己平时吃的药 每一瓶上都没有标签 初心找到药品检测局的朋友 想让她帮忙检测药片里的成分 但其实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她认定丈夫想毒害她 初心觉得自己必须报警来报复丈夫 也保护自己 药片的分析报告就是证据 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成功地初心 对丈夫再也没有一个好脸色 动不动对丈夫非打击骂 她很是痛恨这个丈夫 他们相爱十几年了 自己为这个家掏心掏废十几年 当初丈夫重病缠身 还是自己捐身救助她 丈夫居然不知感恩的背叛 如果丈夫只是单纯地背叛她 她也可以不介意地坦荡离开 反正这个家里也没有值得她牵挂的地方 那个只会忤逆的不孝女留着干嘛 谁知丈夫为了野女人居然想杀了自己 丈夫既然已经做了初一 就别怪自己做失误 越想越生气地初心不等分析报告出来 就识明举报丈夫涉嫌贪污谋杀 举报完的初心无比畅快 丈夫对此一无所知 在初心生日这天 他讨好事的送上早就准备好的戒指 可惜初心已经不稀罕了 她不再像老妈子似的服侍丈夫 没煮饭也没炒菜 只准备一个蛋糕端到女儿面前 丈夫看着空空如也的餐桌 虽然生气却没发作 丈夫只好亲自下出炒菜 然而菜没做好 单位就打电话通知有急事找她 丈夫只好赶忙前往单位 看着丈夫的窘状 初心十分得意 她故意找茬 我过生日你都不陪着 你盼着我早点死你就自由了呀 对着还得瞎说手呀你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嘛 你还不想过直说 何必呢 丈夫不想跟初心做过多的纠缠 就被埋伏的警察抓捕 初心在家中细细地看着镜子 暗想你别怪我 都是你自作自受 然而初心并没有高兴多久 几天后 药片的分析报告出来了 那些都是治疗血液病的特效药 原来初心在体检时 就已经被查出患有罕见的血液病 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只有国外有 而且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起药费 丈夫知道已初心的刚强 何谓家庭无条件牺牲的性格 肯定会拒绝治病的 于是丈夫一方面利用权利改了检查证明 一方面利用权利去收集药片 李经理就是提供药物的公司代表 为了初心 丈夫不惜贪污受贿 用一换衣的方式保护初心 可惜把他送进去的就是初心 但他不后悔再选一次 他还是会选择妻子 因为前几年他生病 是妻子割下自己的圣救了他 可初心后悔了 他不该冲动行事 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 亲手把丈夫送进监狱 知道真相的初心后悔不已 为了赎罪 他带着女儿在监狱附近租了房子 只希望能离丈夫近一点 女人刚把丈夫送进大牢 转头就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 女儿愤怒地砸向窗子 示意他们注意点分寸 发小被吓了一大跳 连忙逃跑了 自从知道丈夫进去以后 曾经的情敌对初心那是一阵关心 知道初心想离丈夫近一点 就特地找了这个房子 对初心那是呵护被指 然而初心一直不愿意接受他 而是全心全意地放在丈夫身上 初心想去给丈夫送些吃的穿的 但因为丈夫在审判结果下来之前 任何人都不能见他 初心就这样被拒绝了 他只能去给挂服带求审 恳求丈夫的审判能没有死刑 这是他背叛丈夫爱的赎罪 不幸中的万幸是丈夫进去以后 女儿似乎长大了一些 不再给这个家长麻烦 不再故意跟母亲抬杠了 主动帮母亲一起挂服带 很快婆婆也赶来安慰初心 一家在护拥取暖中抵立前行 这让初心有过片刻的放松 但也只是片刻 因为丈夫的审判下来了 因为贪污受贿和毒职 被判刑15年 听审的发小说是有人举报丈夫 询问那个人是初心吗 初心的脸色一冷 沉默地不敢说话 婆婆望向初心 心中的疑问已经得到答案 可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 她不想再添乱 于是默默忍下 婆婆可以忍 但年轻气盛的女儿无法忍受 猜出真相的她对初心一阵怒骂 女儿冲动地跑了出去 婆婆赶紧在后面追 初心丢了魂事的愣在原地 婆婆不知追了多久 才终于追上孙女 而初心也在家里痛不欲生 她重复地写着回家二字 细计他们还能有一个家 但如今这个家散掉了 悲伤过度的初心突然发病 失去意识的昏厥过去 还好女儿及时回来 连忙把她送往医院全力抢救 医生表示在晚半个小时 初心就回天乏术了 女儿手术事外无比地担心 走来走去地等待消息 她从未想过自己如此害怕失去母亲 最终初心还是被抢救回来了 这件事后 女儿仿佛一夜间长大了 不再各种叛逆 她写信告诉父亲 母亲的情况不错 现在国内也有特效药了 只要好好控制 就不会有危险 更重要的是 一家人都在等她回来 15年的刑期虽然不短 但总会到期 我们将来都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请父亲也定要好好服刑 争取早点出来 以后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平平安安的生活 这比什么都重要 爸爸 我想吃你做的饭了 我们等你回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最简单的沟通 却成了夫妻和情侣间最大的难题 我们都爱着彼此 却都不善于表达 都希望对方去猜 猜对了就皆大欢喜 猜不对就于死网破 而猜的背后却是最可怕的意 当有了意 夫妻之间的信任 就会慢慢走向土崩瓦解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沟通 如果电影中的夫妻能多一点沟通 那最终的结局绝对会不一样 让我们多一点耐心 多一份责任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去和枕边的人多一点沟通 你不说 我也不说 那误会只会越来越深 结果没有最坏 只有更坏